這都會在台中壇子的透天錯 有多間套房出租 卻被前房客踢爆 房東是二房東 租房後轉租給其他人 甚至還詐領他的租屋補助 長達一年多 用這個方式來詐騙別人 詐騙了起碼有三四個這樣子 都是住在壇子那一間嗎 不是不是不是 他在其他地方 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就是跟別人租房子 然後再轉租給別人 聽朋友講說 他有跟他講說 不可以做二房東 好像有違反到 當初立契約的 違反到精神 也聽說好像要 契約滿了之後就要解約了 當事人表示 他二月份發現 十幾個月將近五萬元的 租屋補助遭到詐領 馬上報警提告並且搬離 過了四個多月才發現 原來他不是第一個受害者 而且我以為我是第一個發現的 結果我也不是第一個發現的 除了是告訴人之外 那你有變成證人是不是 根據了解 招控張姓男子窦储租房 再轉租給社會新鮮人 搜集到房客基本資料 以及要求房客列印身份證 正反面後 再用真房東的名義 偽造假的租領契約 炸領這些人的族無補貼 律師指出這種行為已經構成了 詐欺以及偽造文書罪 以罪易罰 只不過政府提供買不起房子的民眾 族無補貼卻被有心人盜領 申請流程是否存在漏洞 也引發外界質疑 TVBS新聞陳述 前兩萬一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